一個逐步來看 題目部分應該各位都有了 所以你們就把題目稍微看一下 我就逐步把這個題目 一個一個跟各位做講解 那這個流程基本上就是 你們將來設計網頁的一個基本流程 第一個就開啟這個Default Default就是首頁嘛對不對 裡面會有個頁面屬性 外觀些背景要這個圖 所以將來呢 你還要學一些什麼影像處理 為什麼因為這個圖怎麼做出來的 就是用像Photoshop這樣的軟體做出來的 那因為我們主要是在網頁設計 所以圖怎麼做 我想不是我們這個課程的主要部分 所以建議各位呢 也可以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Photoshop這個軟體 因為這個軟體實在是太重要了 OK所有軟體幾乎要產生圖檔的話 都會透過它 那上邊界為0 所以第一步驟我們來看一下 打開我們的Default 接下來的話呢 要設定它的頁面屬性 所以你要很熟練的 就是頁面屬性在哪裡呢 在下方有沒有 頁面屬性 頂下去就好了 頂下去之後的話 外觀有一個外觀CSS 因為它剛剛已經有跟我們講說 外觀的CSS要做什麼呢 做背景的影像 所以你就瀏覽一下就好了 然後上邊界在這裡 上邊界要多少呢 上邊界要0 有沒有 就是題目裡面要求0 所以呢你就先把上邊界輸入0算 OK0px 那背景的影像的話 瀏覽一下 那因為呢我們現在 有制定一個網站 所以呢它會自動去知道你的網站在哪裡 就在104 那也會知道說呢 裡面會有一個image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就可以找到image 但是如果你沒有制定網站的話 你就很難找到你的影像在哪裡 那我們找到這個圖檔 它要我們放背景圖是王士林在這個圖檔.gif OK 把它按一個確定 確定 那你會發現它的網址就是一個image斜線的一個圖檔路徑 那這個是所謂的相對路徑 所謂相對路徑就是它是在這個網站裡面 所以前面不需要什麼路徑 這是相對於這個網站裡面的image的這個路徑 這是所謂的相對路徑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第一題就按確定之後就完成了 那你會發現背景圖就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把它布滿 因為它本來是一張小張圖 小張圖在這裡對不對 你把它打開來 它實際上就是一張小小的圖 那背景圖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整個布滿 所以你做好一張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整個布滿 OK 好第一個就完成了 第二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表格前方喔 插入一個什麼flash檔案 所以它要求是在前方 那前方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喔 表格現在是在這個位置對不對 那前方請你點這邊之後按一個往 方向鍵喔 向那個 向左 OK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向左喔 更正一下 你這個地方喔 游標直接點這個表格的外面 一下 有沒有發現 游標現在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一閃一閃的外面喔 這個才是往表格的前方 不過喔 在設計模式裡面比較看不出來 你可以分割模式看一下 分割模式呢喔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現在在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的這個標籤呢 是在table table就是表格的意思 這個是HTML語法 裡面會有個table 那我現在如果把它移到前面的話 你可以發現呢 它的游標會在table的前面這個位置 OK 會比較正確 那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媒體 請你再媒體 因為是一個Flash檔 那Flash檔的話呢 在哪裡呢 它是要插入一個什麼呢 它的副檔名是banner.swf 所以呢 它的副檔名是swf 所以記得要找到swf檔案 然後呢找到哪裡呢 找到這個網站底下的media media裡面呢 就有個banner.swf 你按個確定 這樣的話呢 這個動畫檔喔 就會被加進來 那它會出現說 你要不要加標題 你要不要加標題 加什麼存取鍵 如果沒有的話 按確定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這個動畫檔就會放在這個地方了 但是目前喔 因為我們不是在播放模式 所以它不會動 那如果說呢 你現在把它放在瀏覽器上面的話 比如說你把它Ctrl加S 就儲存起來有沒有 儲存 Save啦 就是檔案裡面的什麼 儲存 就Ctrl加S 把它儲存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切換到設計模式 然後你再到那個F12 F12就是在Chrome裡面瀏覽 對不對 或者按F12嘛 那你把它打開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看 這時候上面就會開始動了 如果有開始動的話 表示你這個動畫 是沒有問題 那上面這個怎麼做出來的呢 其實就是用Flash做的 Flash動 所以當然喔 Juneweaver它是一個平台 那像Photoshop的圖 做完 跟Flash做完 你等於是先把素材先處理好 然後呢 再把它加進來 但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呢 你放上去呢 它不會 它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XX 或者出現沒有辦法播放的話 那表示你的電腦怎麼樣呢 沒有裝什麼呢 Flash的Player 它有一個Flash的播放器 那有的時候喔 不是每一台電腦都有安裝Flash播放器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 尤其是在哪一些電腦上面呢 在那個iPad上面 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我在電腦上面看正常 在iPad上面或iPhone上面 就看不到Flash 這道理很簡單 因為Apple不支援Flash 所以你即使你做了Flash的動畫 放在iPad或放iPhone上面 抱歉 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那現在當然喔 在那個Android手機 支援手機 其他Google的手機上面呢 目前是會顯示啦 不過未來可能也不會顯示的 因為將來呢 也不支援Flash了 因為這個是 因為Flash當然它的方便性很高啦 可是它的安全性也很低 就很容易造成系統的不穩定 因為它等於是外部的一個 可以控制你電腦的一種元件 那如果說呢 裡面有一些什麼病毒啦 或者程式沒寫好的話 很容易讓你的整個系統 這個 當掉 crash掉 所以它會有蠻多的問題 所以之後呢 就基本上不支援這個 那 所以後續不支援這個Flash 但是呢 它會另外產生一個 也可以播放動畫的一個方式 就是所謂的HTML HTML 那有一個新的技術叫HTML5 最重要是這個5 HTML第五代的一個技術 那這個技術的話呢 就是可以讓你存取這個動畫檔 OK 那這部分的話呢 在第二 那第三的話呢 我想先把這個第三角 第三的話呢 在表格左方喔 插入一個動畫檔FLV 那這個外觀是要這樣子 然後呢 自動偵測 自動盜帶 自動播放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地方 左方在這裡對不對 那也是這樣插入什麼 插入媒體 它是一個FLV檔 那找到Media UIL選一下 瀏覽 我們在Media裡面 這一個檔 OK 因為只有一個 所以一定只能找到它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外觀的部分 要找到這一個 因為它題目裡面有要求 外觀的部分要找這一個 可以找到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要自動倒帶 自動播放 然後大小寬跟高呢 它會自動偵測 所以題目裡面呢 也有跟我們講說 大小 要是這個 要維持寬度跟高度相同比例 所以你按一個偵測 自動它會偵測出來 好了之後呢 我們按一個確定 所以你記得 UIL先找 然後外觀 再來偵測一下 這兩個打勾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這個設定 所以你將來 你也做一個Flash動畫檔 然後外觀 偵測 這兩個 所以大概會有四個部分 按確定 確定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王建民就出來了 不過現在呢 當然也是不會出現 所以你可以按一個Ctrl FS 把它Save之後的話 再按一個F12 F12就是什麼樣的 瀏覽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呢 就會多出一個什麼 多出一個動畫檔出來 而且其實是有聲音的 所以它是一個影片檔 有沒有 像你們把那個YouTube抓下來的話 它也會存成 FLV的檔案 所以現在很多 放在YouTube上面的影音檔 它的格式也是 FLV的一個影片檔 所以動畫一般會用SWF 那那個什麼 影片呢 通常會用FLV 所以這部分呢 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請各位 先把 123的部分 先完成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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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